我们中国有14亿人是冰岛的4000倍 为什么又不能够有一支足球队堂堂正正的杀进去决赛州呢 不要说进入世界杯决赛州了 你连在亚洲十强赛你都进不了位 各位网友,今期的大红老师有话说,跟大家讲一下中国的足球 世界杯开罗了,看到冰岛的35万人的北欧小国 竟然可以有一支足球队昂然杀进决赛州 甚至对曾经拿过世界杯冠军的南美足球竞女阿根廷 那一役的时候竟然能够以一比一逼和了阿根廷 甚至乎他的龙门本身是兼职的 那个业务本身是做导演的,足球只是兼职而已 这个龙门竟然撲出了球王美斯竞射的十二码佛球,威震天下 由此来说,令我身为中国人有很大的震撼 都来敲问我们自己 我们中国有十四亿人冰岛的四千倍 为什么又不能够有一支足球队堂堂正正的 那么杀进决赛州呢,但是我们回心一想 虽然上一次在本世纪初的时候 我们中国有一次是入过世界杯决赛州 但是那个是拜什么呢?拜日本和韩国 那次是主办国,少了两个竞女 另外伊朗沙特阿拉伯这两支竞女在另一个组 所以中国才叫做冷手执的二战队 僥倖出线,入到决赛州 但是那次就是零入球,零分,零战役,是三零部队 那也是一个不是这么光彩的记录 所以长久以来呢,中国的足球就成为了中国的人民 来到救病的,冷嘲热奉的,怒骂的对象 那好了,我们看看为什么中国的足球里面来说 在一个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样的角度里面 竟然现在里面一直都烂泪扶不上碧呢 我就觉得,有人说,怎么贪腐啊,黑哨啊,那些中超的球员里面 高薪酬,低球技,多丑闻,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那种的劣根性 因为泼洋丑陋的中国人曾经讲过 第二上就是说,一个中国人就可以打败一个日本人 但是三个中国人就跟三个日本人对女 就一定会被人打败,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没跟人打的时候,自己已经是窝女斗了 所以这种窝女斗成为我们的劣根性之一 那么,孙中山也曾经批评过我们中国人是一盘散沙 而足球是需要一个团队精神,一个配合的 前锋、中场、后卫、龙门,一个整体的配合的 但是当一个民族有一种劣根性 喜欢窝女斗,自私自利的时候来说 往往就说,我这个为求给你去踢入 你就成了民族英雄 到时候那些光环都在你身上 薪酬又高 接这个广告合约接到你首选 领导又接见,很多荣誉 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都在你身上 我底线全钟给你去投锤入网 不如我自己单刀算计算 大家抱着这样的心理 个个都想着赚头工 只做某单,不做六业 那你变成一个团队精神,你就发挥不到出来 所以你打来打去,都不要入世界杯的决赛州 你连在亚洲十强赛都入不了 所以我觉得来说 一定要从一个所谓的民族劣根性方面去检讨 中国自古以来的小农经济 那些农村里面 所谓的自给自足的自营经济 鸡犬相问,老死不相往来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就缺乏一个团队精神 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最致命的 所以中国足球要振兴的话来说 首先要从国民的劣根性的改造 由这里开始培养一个团队的精神 大家里面都能够不要那么自私 不要那么多思心集念,精神团结 这样才能够令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多谢各位